永迅益順利益全部馬筆準備 打擋四場四番千二位的短途賽事準備 準備 黃奇距離 我們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看到中間心中有景 入面上海先鋒 中檔還有翡翠明星 外面是紅褲仔大外擋 還有這隻帝勝進鋸 再跟著後一層的馬 聖堤飛翡翠明星 厚多小個馬匹 紅衣神仙 內蘭尾五 再看到在外面 就是中國天使 厚一點的馬 就是這隻心滿意足 各式其式 包括最後就是那隻永迅益 轉回中間 前面帶頭心中有景 外面看到這隻帝勝進鋸 追債地一直追著它 落後了大約三四個馬位 才看到這隻上海先鋒 中檔第四有紅褲仔 坐在外面翡翠明星 內蘭未至 還有這隻就是樽樽落度 後面才有紅衣神仙 和這些大外擋中國天使的馬 入徵最後直路 前面心中有景 占先一點 帝勝進鋸在這第二位 外面翡翠明星都開始打衝鋒 中檔位置 還有這隻就是樽樽落度 大外擋上來 有這隻就是紅衣神仙 還有就是中國天使 鬥到最後200 心中有景占先 但是外面紅衣神仙 正在上來 在中檔位置 還看到就是角色奇色 接近中檔 紅衣神仙很有機會再贏 第二名的馬 就是心中有景 還有這隻就是角色奇色 需要拍照 結果這場賽是紅衣神仙 也是成為大二門 最後還是大熱 收江贏馬 心中有景 和角色奇色 拍照相差第二 紅衣神仙就贏了 但是第二名 那隻刀是否追到 因為最後那隻灰馬 還有 看能不能追到 刀是非一格 不行了 很難說 不知道還是不要亂說 我看 因為我剛才再重播一次 就覺得下風一點 我覺得也像是心中有景 還頂得到 真的 要看完 不敢說 第四就是中國天使 今天 起步也不快 但轉彎出來 拿得順 很容易又上來了 紅衣神仙 接過多少倍 他有3.7 對 回上去 大熱門繼續醒神 反而那隻角色奇色 哇 落到啡架 啡架 看看巡邁影片 紅衣神 偉達 手勢也是撐的 不是想著一檔會跟好位 用上次的戰略 我想他的心態就是 看你的位置有多快 如果有人離開 他就快點 他可以留 他真的要硬拖著 如果你說不是 以他的跑法 可能會在上海先鋒 那些位置 他現在在這個位置 變相第三個追上來 又是紅衣神的角色奇色 都是來蘭 跑到現在 這個跑道在來蘭 都不是太虧 看這裏 我們看到中國天使 跟著紅衣神仙 在開面那隻 一起拍著上來 但是是否轉彎 虧得太多 還是怎樣 回來追追一下 就不夠理力了 他早段都虧得多 一直很難找位置 其實不是的 那裏有位的 就是轉彎 就把自己滑出去 我想安上人的控制 真的不太好 短印 中國的天使 抖下去也很短 抖上去也很短 抖上去也很短 抖上去也沒辦法 似乎要繼續養抖上去 還有那些落飛的 綠綠綠落度 那些都是 他全程跟著抖上去 抖上去 然後就在內